我有一只小猫驴我从来也不骑 有一天我心学来朝骑着去赶紧 我手里拿着小皮鞭 哥们 他吃的好认真啊 能看到他吧 在这里 心里很得意 不知怎么哗啦啦啦 甩了一身你 小猫驴 放弃了放弃了 走了走了 看 花花牛 就是我小时候最爱喝的酸奶 就是花花牛的 然后花花牛是 就是河南的一个就是牛奶品牌 然后就我们小时候那时候都是喝什么花花牛酸奶 所以我对花花牛印象就特别好 但我后来来北京之后就喝不着花花牛了 好像其他地方都没有听到过 对 但是我我们当地对花花牛就是印象非常好的 因为我应该看 因为我能不能是 我应该看 你跟他等着 因为我能不能让一再 我以为我的 我以为我可以 我们自己想了 然后 我以为我 要以为我 要以为你 哇 这边好多鱼 还有大毛驴 其实我们刚刚就应该跟着小火车走 让小火车走前面 因为小火车上有梁姐 我们就可以偷偷的开开窗户 听他们讲的每个渡的一些东西 下次要再来的话 就看小火车前面 这样还少一个导游 好了 各位游客 现在已经结束了 自驾之旅 这应该是整个动物园的自驾区域 就已经结束了 我一会可能会到步行区域 去看看大熊猫 小熊猫 大老虎 小老虎 还有一些什么呢 对 然后我觉得这会儿 可以在该开离这个区域的时候 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可以抽几张签名照 好吧 那就许划你来截 或者我翻转过来给你 或者我们先开出这个地方 我弹一首歌 谁能猜出来歌名 就我会谈的很不标准 谁能猜出来歌名 前五个猜出来歌名的 就送签名照 好吧 就这样决定了 我赶快开出这个地方 咱们再废话一会儿 既然直播时间有点长了 还得把那两个钢琴抽出去 就我觉得钢琴还挺有意思 就是你就可以摆在家里 然后就找个地方一放 那每个月呢 可以像翻日历一样打开 找一首歌弹一弹 还挺有意思的 对 我那次不小心刷到了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黑的 买了一个白的 然后对黑的那个 已经被我弹了好多遍了 然后那个按键上 还快标好了 那个中音高音 对 然后那个白色的话 你自己要照着说明书 用油漆笔标一下 可能就会弹起来会更省事 好 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自驾区域了 这边风景也是不错的